9月16日消息 今天举办了UP2021线上生态峰会 展瑞CEO在峰会上谈到了 他预判2022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将迎来拐点 除此之外 他首次公开阐述了低端陷阱的内涵 在谈到业务战略布局 他明确表示展瑞不但攻击5G前沿技术 也在4G领域形成了立体战略架构 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造成供应链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业界形成了一种恐慌性囤货的心理 纷纷选择去囤货 最终造成了一种人为的错配现象